陕西梯渡施义德上奏 明夏五月雨溪河苗干旱 然河东机民来此旧时 致使粮价未典 今各报雨水粮价 攻进一门 究竟灾民要紧哪 即刻派大臣同巡抚一起商议 朕在一室吧 却该如此啊 三位在忙吗 苏大人 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养 跑来干什么呀 休什么养啊 天天在家里待着 都快憋疯了 所以过来看看大家 怎么样 朝中一切都好吧 苏大人啊 你倒落得个清闲 可把我们给累惨了 您看这么多的奏织 都等着批乐处理呢 是吗 陕西五月雨溪 这事应该交户部处理啊 户部的事宜 一向由在下月处 还是交由在下跟他们谈谈吧 苏大人 您修病在家 我看这些不劳烦你了 什么劳烦不劳烦的 大家同朝为臣 不该同舟共计吗 在下很想分担一点日务 闲着也是闲着 我看啊 您还是闲着吧 这老佛爷有一旨啊 让您修病在家半年 实在是不敢劳烦您哪 什么休假啊 其实在下也不是真有病 在家闲着无聊 正想给老佛爷上个作折 请准回朝替皇上办差 咱们俯臣是同气连之 也请几位啊 在老佛爷面前 替我美言几句 也好 让在下早点回来 哎呀 你看看这太皇太后的意志以下 老夫那也是无能为力啊 再者老夫丁幽期间 苏大人代理首府之位 那也是辛苦万分呢 苏大人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关于朝政一事嘛 我们三个人自会成竹在胸 请苏大人不要过多操心了吧 这 苏大人 的确如此啊 苏大人 能在家里想一个清贤 在下 他是求之不得呀 好生羡慕啊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再谢了 你呀 告辞了 不送啊 叩见皇上 马法 你别动 马法 你别动 坐着就行吗 谢皇上 马法 身体怎么样 眼睛 病有事 死有事 皇上 就不必为我难过了 麻烦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过两天我就要回阿玛丰地了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我们地上之人 活不过数十年 老苦仇顿 转眼尘空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天上相见的 我死了以后会升天吗 哥哥心地善良 定能造天堂 真的吗 老鼠 另外哥哥 别怕别怕 这里是牢房 有几只老鼠不足为怪 不是的 麻烦的意思是 这几天 蚂蚁搬家 老鼠出洞 依我看 半月之内会有地震 半月之内会有地震 这只是我的预测 这只是我的预测 也不一定准 皇上还是小心为上 明白了 麻烦你好好休息吧 谢皇上 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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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伤得这么重 不应该到处乱走的 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啊 冰月明天就要走了 这一去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我过来看看他 走啊 我们去放风筝 皇帝哥哥 我们去放风筝吧 好啊 走 你 举忠 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 就是不离开你 可是我知道 这比摘天上的星星还难 根本不可能 我赐你一颗星星吧 是这颗吗 你一直留着它 我一直都留着它 我现在留着它 将来也会 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让它陪葬 因为这是我最珍贵的 看 那颗星星 最亮的那颗 那就是我康熙皇帝 我现在把它送给冰月 以后 这颗星星就叫冰月 不管你走到哪儿 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它 我呢 也会在大地的另一方 抬头看着它 谢谢你 三哥哥 这颗星星 明月 请兵 你不去跟皇上辞行吗 那就走吧 要离开了 也不跟皇上请安辞行 那可是欺君之罪 皇帝哥哥 月乐叩见皇上 都洗来了 谢谢皇上 就算要走 也要说一声 怎么着 凡帝哥哥也要送你一张 我 对了 冰月 剧中 他伤势很重 没有办法相送 他托我稍句话 祝你和安亲王 一路平安 微臣实在是担当不起啊 再说皇上 也不该随便离宫吧 是送凡月阁哥 怎么是随便呢 我来考考你 黑猫什么颜色 黑色 那白猫呢 白色 那我呢 你 一脸喜色 是非常出色 皇上 千里相送必有一笔 你请留步啊 皇上 山不转水转 合不动水动 皇上 皇上 不要因为眼前的困住而却步 臣相信 凭皇上的睿智胆识 定会逢凶化吉 转危为安 我相信 王叔 你的话我记住了 冰月 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嗯 我不在了 王帝哥哥以后 就靠你照顾了 嗯 你放心吧 你不用担心我 好好照顾自己 嗯 不过 你可以给我写信吗 为了减少你对我的思念 来 这匣子里面 是我送你的礼物 可要是在这儿 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等你回来呢 嗯 皇上 微臣告辞了 皇帝哥哥 保重 游爱 小郎 我的侠瑞 走吧 碧云 走吧 碧云 ends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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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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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办法 走吧 地震 有轻微的地震活上 对了 麻烦才推算出 半夜之后 京城会有地震 可是 离行刑还有五天 那可怎么办 如果能把刑期 拖延十天的话 皇上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吃饭总咬舌头 喝水总呛着 这人倒霉啊 喝凉水都塞养 少说些不吉利的话 你最近总是心浮气躁的 其实喝茶时专心喝茶 吃饭时专注吃饭 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玄业不是这么想的 你是怎么想的 这是上天给玄业的暗示 什么暗示 就是你 算了不说了 说了 皇宝们也不会相信 又说玄业胡思乱想了 好了 我也懒得跟你说了 我累了 皇宝们 你这么就走了 怎么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害怕 玄业是害怕 怕什么 地震 胡说 雪爷没胡说 前程万全 这段时间 雪爷总觉不太对头 所以我就计算了一下 结果算出 拜远之后 京城会有大地震 天怒 绝对是天怒 他们反是无辜的 老天因为我们的愚昧而震怒了 要回避这种震怒 或许只有大赦马法才行 只可惜 还有五天 时间太短了 如果能延后十天 便能赶上大地震 便能看到老天的震怒 延后十天 那怎么可能 若孩儿现在亲政的话 我便会下旨 延后十天半月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即便你已经亲政了 那也不行 国家以法制之 法令 是不能轻易更改的 就连老佛爷也不行 谁也不行 行与判 谁都不能改 康宝要休息了 所有告退 皇上 皇上 在 地震是你算出来的吗 这重要 你认为呢 不重要 什么是最重要的 人算不如天算 天意 人怎么能控制呢 牟师在人成事在天 学业处事 只求尽力 倘若学业推迟行星成功 到时是否发生地震 那全是天意 老天有眼 马法便会获救 但无论怎么样 学业想事上一事 我说得对吗 黄芒芒 其实还有更多书籍 学业都很无聊 学业告退 学业 学业 小星 小星 一舟 呼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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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黄公主 你没事吧 没事 敖拜叩见孔公主 起来吧 喳 多谢敖大人相救 孔公主客气了 敖大人 真不愧是大清第一巴吐龙 果然应有无敌 孔公主过奖 敖拜还有功务在身 就先告辞了 那你先去吧 喳 伸进来 停下来 是 子 可 举 家 宋 王 麦 是吗 她的心思 你一点没看出来 皇额娘 您可别误会啊 孩子 女为斯罗 应托乔木 我把你赐婚给严陵 也就安心了 皇额娘 女儿不嫁 女儿愿意一生侍奉皇额娘 傻孩子 因为你老是 还有你 不要 阿姨 虽然 这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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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冲冲就好了 可是皇宫里 我数来算去 能办喜事的 也就只有你 额娘 额娘想见你的大婚 给大家带来快乐 给大家带来吉祥 有件喜事冲冲 也说不定 会有好事情发生呢 女儿明白了 女儿谢过皇额娘 一切 就遵照皇额娘的意思办吧 好孩子 额娘谢谢你了 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啊 公主 公主 你回来了 公主 刚才太皇太后下意旨 说要赐婚 我都知道了 知道了就没事了 算了 Bryan府 还有大量的事物 姨烈雪 先回去了 去吧 是 是 好 选拔 有 万岁爷 大喜大喜呀 什么大喜 是这样 老佛爷给孔公主赐婚了 下嫁给定南王府的孙延龄 什么 老佛爷要把孔公主嫁出去 是啊 高明 高明 延迟行刑一循 就给把时间往后拖延十几日 正好是马法算出地震的那天 按照惯例皇室大婚 一例一循不审案不行刑 一切不吉利的事 紧接延迟之行啊 嘿 那又怎么样 无非是让那汤姨多活上几天而已 我看哪 没什么大不了的 撑死了还有十天 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救得了她 孔公主 敖大人 刚下朝要回去吗 正是 特意陪四贞走一走吗 孔公主 孔公主 大婚在即 敖拜 还没向公主恭贺呀 敖拜是武将 不懂说话 不懂得不懂 就祝公主 新婚大喜 天天心情愉快 这是四贞听过的最简洁的助词 也是最直接 最亲切的助词 很好啊 四贞谢过敖大人 敖拜不敢 其实 四贞一直没有机会 谢敖大人救命之恩 包括上次闹医症时 在定南王府外 宅迷失控 要不是敖大人舍身相救 四贞真不敢想象 会是怎样的后果 好 须取小事 饿足夸吃 敖大人乃沙场汉将 把出入狼屋虎穴 视作等鞋 也许 只有像敖大人这样的人 才能称得上是巴吐龙 才算顶天立地的男人 谢公主 公主 敖拜还有公事在身 先行告退 好 那就不打扰敖大人了 到的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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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贞 你看看 这池子里的蝌蚪 游来游去的 多有意思啊 怎么了 明天就是你大婚的日子 怎么今天 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得知大者连也 十六姑娘叛驾狼 才会喜行余色 四贞是不愿意 人家要不愿意 人家说黄额娘叫你无方 才不敢把喜悦挂在脸上 你呀 在真人面前呢 你就不要说假话了 你嘴里一口一个 黄额娘这个 黄额娘那个 其实心里正怪你黄额娘 给你乱定亲呢 哪能 黄额娘您多谢您 私人谢您还来不及呢 来 孩子 zijn zijn ik mijn 你看 这池里的蝌蚪 吐了巴唧的 连脚都没有 可是谁能想象 日后呢 它能蜕变成蛙 可以跳跃自如 还可以隐身高歌 孩子 把心踏实下来 高高兴兴地出嫁吧 也许现在呢 你会觉得委屈 但是额娘呢 向你保证 额娘为你挑的夫婿 她将是一个巴图鲁 一个大英雄 不幸等着瞧 孩子 对额娘笑一笑 好吗 乖女儿 妈 公主 刚才阎林忙于应酬 回来晚了 请公主原谅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妻子了 你不必这么客气 好 来 我们喝酒 你还记得了 我这只手是怎么废的吗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你的手才残废 不是 你不是为了救我而残废的吗 我是想告诉你 我的手虽然废了 可我的人并没有废 从儿时起 我就有一个愿望 要一生好好地保护你 可现在 我的愿望变了 我希望你嫁给一个真正的男人 一个不让你失望的男人 相信我 给我一些时间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是一个真正的 顶天立地的男人 相信我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怎么办 整个玉花园 蝴蝶没有一只 蜜蜂没有半只 一副冷静的样子 皇上 奴才这就跟管事他说一声 弄点昆虫飞鸟来 算了算了 说说 冰月一走 整个紫禁城 都似乎没了生意 现在孔姑姑也走了 一切都冷清了 了无声许 明天就是行刑的日子 难道真的会有地震吗 会的 一定会的 老天夺走了我那么多 他一定会补偿给我 所以 明天一定会有地震 真的地震 衷 快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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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辰已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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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